真的是3Q有夠讚耶 你看那個MSCI也來幫我們 抬轎的秦城 今天亮燈漲停囉 另外偷偷告訴你 古魔力團隊有一檔隱藏版的個股 今天也亮燈喔 還記得大人哥說的嗎 多頭可用之兵非常多 你看政策概念的華城 今天也來到漲停了 不過也不夠把特但是 我還是要卡一下這一句 大人哥 今天的大盤可以說是 上漲量縮成交量不到3000億 接下來這個行情 接下來這個標股 到底怎麼掌握怎麼抓呢 大人哥 好那行情該怎麼看 標股在哪裡 今天節目告訴你 軍線深多空買點訂吉凶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8月15號星期二的 忍者無敵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瑜 趕緊歡迎我們操盤騎士的創始人 摩爾頭顧 陳坤仁分析師 蛋哥你好 大宇好 大家好 哇 節目一開始呢 我要邀請所有的好朋友 趕快先把大人哥的Light 8 還有Telgrip頻道給加起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你可能錯過今天漲停的情權喔 好 這一檔股票呢 是大人哥送給大家3Q5告讚裡面的一檔股票 而且MSCI也來幫我們抬轎喔 所以趕快把大人哥的Light 8 跟Telgrip頻道給加起來 我們的Light 8 ID是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那麼大人哥常常會在盤中的時候 透過我們的Light 8 透過我們的Telgrip頻道 告訴你很多即時的訊息 還會送給你很多的標股 比如說3Q5告讚的情城 就是當中的一檔 當然如果你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或者是資金配置方面的困擾 也歡迎您利用Light 直接私訊大人哥 或者是撥我們免付費的專線電話了 0800-66-8085 0800-66-8085 直接跟大人哥來talk talk 了 哇 今天的這個盤 應該很多人都是一掃昨天以前的陰霾 感覺心情開心了一點 因為大盤上漲 而且AI股算是群起反攻了 像我們的秦晨 還有股魔力有一檔隱藏版的個股 今天也是亮燈漲停了 當然盤面上頭除了AI大人哥說 還有很多的多頭可用之兵 你看政策概念的華晨 今天也是亮燈漲停了 不過看看大盤今天上漲亮縮 成交量不到3000億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接下來的盤勢應該怎麼觀察 標股怎麼找呢 趕快就把時間交給大人哥囉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確實今天的台股中場 先看一下大盤 中場上漲了61點 成交量的話是縮到2940億元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就跟大家說過了 這邊的頸線已經被跌破了 也就是原本的箱形區間已經被跌破了 那該怎麼辦呢 那待會跟大家要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那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提醒再提醒 重申再重申 就是你會聽到我每天在那邊 苦口婆心碎碎唸唸 那我的LINEET 你務必要把我們加起來 然後加起來之後的話 請你先點選我們右上角的 記事本那個貼文串的地方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這裡有沒有 這個貼文串這邊 你就發現說有一堆一堆的資料 那這麼多的資料怎麼看 其實這裡就是所有的資料都在這邊 你就點進去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真的提供很多很多 就是其他地方不一定會有 這麼豐富的資訊的內容給你看的 來 你看這裡有什麼 你看這裡有沒有 在MNCI的成分股生效的那一天 我就直接幫大家去點到說 你看有增加了哪些 先進光 盛輝 國賓 宗再寶 喬威 我們的秦城 然後結果會在8月31號生效 到目前為止新聞都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繼續往下看下去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 又是我一個評論 有沒有 大人哥評 評什麼 我說 不是評什麼 對不起 評論評什麼 不是 大人哥說了什麼呢 好 來 我說了什麼 來 多檔AI被相關納入 然後被動式的買盤 跟預期性的買盤的話 AI將手紋轉強 這個是我們這邊獨家給你的這樣的資訊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本來就跟大家說過了 MNCI就在報名牌啊 它就在報名牌 在報一些就是從第二個禮拜五 一直到所謂的月底的這個被動式的買盤 預期性的買盤 就會在這邊去做一個買進這些相關個股的動作 所以毫無意外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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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晴晨 那你會發現說 我這個是今天早上9點半的時候 就把這張圖抓下來的 因為它那個時候已經鎖掌停了 有沒有 而且鎖住到中場 對 如果是我在尾盤才抓圖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這片黃色的那一根應該是 應該是延續到收盤價的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9點半就已經抓圖抓起來了 然後9點半的話就已經發給我們的團隊說 我來恭喜我們的團隊會員亮燈漲停板 那AI的伺服器的成長動能是明確的 然後呢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之前也有分享給我們的粉絲們 就是長期關注我們的LINE AT的粉絲們 把3Q夠讚 晴晨把它送出去有沒有 光寶科有沒有送出去 有 然後這些相關的是好的股票的話 都不斷不斷在我們的LINE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來 MFCI也來幫我們抬轎了 那我們當然就是活力續報囉 所以這是在秦城的部分 那這就是今天回穩轉牆的AI的族群的其中的一檔 那當然盤面上面不是只有秦城 那今天的台股的話還不錯 就是你會看到整個AI有點像漸漸守穩的 這樣子一個過程 然後2301的光寶科 今天也找5%啊 這也是3Q5夠讚 對 他也是3Q5夠讚的 當然我務實的一點講說 我們送出去的股票 你自己還是得要留意好 所謂的自己的個人的停損跟停力 因為你看這一根黑K棒 我老實說這根黑K棒有一點點恐怖 或者說有一點點這邊短線上面有一種 所謂的指掌的這個問題發生 爆量的 對 他這個是高檔爆大量的長黑K棒 發生之後的話 他拉回了至少還守住了月線了 這就是我們送給大家的光寶科 那如果你還有我不知道 你可能還是賺錢的 因為我們之前在100出頭就送給你過了 那無論你有沒有賺錢 請你守好你自己個人的停損和停力 這不是我能跟你說的地方 我只能跟我們的團隊說 該買 該賣 價位在哪裡 這配置的部分 這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說 歐秦城漲停板 光寶科漲停板 然後你看有一些個股 又突然就開始轉強了 3035的資源漲停板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8358的金居漲停板 然後呢 這個 2059的川湖 今天盤中也一度漲停板 那這些要看相關的內容的話 其實你就會在我們的LINEET這邊 有去看到 這個是在今天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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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沒有看到 來這裡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每天每天有提供給大家 蠻多蠻多的資訊 這是今天剛剛盤中的分享 然後我有說到說 你看這裡 我務實的說 如果技術面跌破了16550點 那整數關卡的時候的話 那 所謂的指數的角度依然是有壓力的 依然是有壓 因為如果以那時候盤中的成交量 預估大概3200億左右 結果你看 今天成交量 是不是只收到2900 對 這比剛剛盤中的時候 看的時候還更少 也就表示說 我昨天說過了 昨天下跌 是帶量縮的 然後呢今天的反彈 是帶量縮的 那量縮的過程之中的話 這種跌破我就不會認為它是一個很明確的跌破 然後呢 可是這種所謂的量縮的反彈的話 我也很務實的告訴你 這恐怕不是一個很有效的反彈 所以現階段的台股大盤加權指數 指數的部分 聽我聽清楚 目前的外資 依然還是在做賣超 TPFI 你會發現 我們新台幣匯率 來 還是貶值的 是 剛剛到盤中的時候 甚至貶到31.99 快到32了 對啊 那目前為止的話是31.96 目前下午時間是2點20分左右的時間 那這就表示說 其實我還沒有看到 今天的外資的買賣超 但是我可以先跟你說 今天的外資 應該還是在做賣超 的這樣一個動作 為什麼 我就跟你說過啦 台股就是潛碟市場啊 你美股怎麼樣走 你台股就會怎麼樣跟著反應 你入股出什麼事情 你台股莫名其妙就被提款 就像昨天的碧桂園 對啊 你看碧桂園 跟台灣 台股根本無相關 你看那個什麼中榮信託 我們台灣根本沒有什麼負險的部位 然後呢 那就是自己中國大陸那邊的房地產 房地產的問題 那是中植系 他們自己集團內部的問題 他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那些那個理財行 就是那些相關的那個什麼利息也好 或像是 就是還那些資金的部位都好 那跟台灣有相關嗎 不好意思 無相關 那你說台股能夠幸免嗎 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無法幸免 所以台股行情大盤的部分的話 請你稍微等待一下下 那我也說過了 台積電 就是依然要委屈 那如果你還有 我只能說 你如果沒有聽我 那個跟你說換股的話 那當然台積電不會像 那個什麼金融股那麼慘 也不會像那個什麼 什麼航運股那麼慘 因為它畢竟還是有 技術還是有趨勢成長是明確的 只是它被外資提款的過程的話 會真的會比較稍微 那個股價會被壓抑的久一點點 那但是呢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現在是誰在買股票 投信欸 我們很內資 對啊 我告訴你啊 投信大概買兩種股票啦 一種是受到上面來的 說壓力也好 說關縮也好 它就是得要買股票 你看它昨天買什麼買很多 有沒有買廣達買很多 買廣達是很聰明的一件事情 因為廣達剛公布出來它的季報 第二季的季報 竟然毛利率可以到8.5% 然後呢它也跟你說他們的AI伺服器的需求跟 所謂的量產動能是明確的 甚至它也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目前 不是它告訴你 反正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 它就是領頭羊啊 它就是AI要往上漲的這檔 就是很重要的指標啊 所以它如果是精神指標 然後呢投信去買它 等於是一減一減二個你知道嗎 夢啦 驚小褲 你買下去之後 你看又還蠻穩的 你看它今天還漲3%多 然後呢三天三根紅 今天是黑K棒 但是三天的話你看這樣子 漲上來快15% 然後呢另外一件事情是好事是好什麼 它也算是全職股啊 所以你買廣達 有買到AI 又買到全職 又煎到護盤的效果 又有所謂的作帳的效果 超棒 超聰明的 對難怪他們昨天買廣達 然後呢它也當然買了一些台積電 因為畢竟沒辦法 它這就是得買 所以目前的投信 就正在做他們的 這個祭底的作帳行情 這也是我說過很多次的地方 那另外的話呢你也會發現說 其實那個除了廣達之外 我們也常常幫大家關注到的領頭仰視 像是偽創跟技嘉有沒有 對 目前的偽創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它的產戶的融資 幾乎該停損的 就被砍 砍到 砍蠻多調的 然後呢這個時間點的 所謂的 所謂的 短線上面的一些 所謂的幅額的部分 或像是它的一個 我自己把融資交出來給你看好了 來 來來來來來來 融資余額 對 對 好 所以就融資余額的角度來說的話 你看這裡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畫給你看 來這邊給你看 你看這邊 這是融資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說 一天砍 兩天砍 三天砍 四天砍 今天晚上才看得到今天的數字 但是你會發現說 短線上面的幅額其實都洗得差不多 還蠻乾淨的 那你就會發現其實 目前的一些指標股門 那就在走所謂的 不管外資如何提款 那投信就一直在買 然後呢 散戶融資就一直在退 然後這四天的 這四天不含今天的散戶融資 就是已經少了100多億的 這樣子一個過程 所以 這些個股只要能夠守住低點 就是比方說你看這邊 就是偽創的110塊這個低點 或者說像是2376的 的技嘉的這一個 因為它這是除息的關係 來 它這個低點如果能夠被守得住的話 其實 用時間換取空間 是現在目前最好的一個走勢的 走把的方向 所以為什麼我要說 目前看起來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如果以一個大方向來說 我還是務實的說一下 坦白的說一下 你看喔 我們回歸到剛剛的大盤好了 來 到目前為止的大盤 今年真的漲了蠻不少的 因為今年如果你看 大概從14000點開始起漲 然後漲到17000點之後 然後稍微回測一下 跌破了月線和季線 和所謂的我們之前幫大家提醒到的 這個箱形整個代彈的地方的話 那這邊的整理時間 老實說就必須要拖得更久一點點 那不不不 不能這樣畫下去 應該說這邊的整理時間要拖得稍微久一點點 那另外一個原因的話 那請你看我們下半段的聚寶期 為什麼要看下半段的聚寶期 導播也會幫我們放在這邊對不對 那個連結的部分 右上角有連結 對 那為什麼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你有看我們的LINE8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之前幫大家關注到的 或者幫大家分享到的一些 這個 大人哥玩股系列 或者是最近的什麼 財經軟實力系列 裡面都有 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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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分享給大家 比如說什麼 期貨不能說的秘密 看著反指標賺得更多 然後你就發現說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如果看我Telegram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今天早上就已經把這個數字 放在我的 應該不是只有今天而已 是每天都有放 只是說 今天早上的這個數字的話 是我又特別把它挑出來給大家看的 在哪裡 特別大人哥評 在在在在在在 好在這裡 導播幫我切一下 來 你看喔 這是我的Telegram 對 然後把它放大給你看 我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是8月15號對不對 今天 然後我就說了 這張表 是我每天都會給大家的 包含了台股 包含了像國際股市 包含了像是目前的三大法人 你看外資賣得可兇了 一個月賣了800多億 然後呢 投信買得可積極的 一週買了185億 然後呢融資的話 一週減了108億 這都是很清楚的數據 然後我要跟你說一個 比較麻煩的事情 就是這個 閃戶多空比 竟然來到21.4%有沒有 是正21.4% 對 是正21.4% 為什麼就把它寫到這邊來了 你看小戶 閃戶多空比 來到的正21.41%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台子週三結算前 將壓抑指數空間 早上7點54分的時候 開盤前就告訴你了耶 明天結算 對 然後如果明天結算後的話 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這個 閃戶的多空比的這個資料 是不是還維持在那種什麼 正數的地方 如果是不好意思 大盤繼續整理 如果因為明天結算的關係 那個數字回歸到一個 比較屬於那個 中性的水準的時候的話 好那大盤就有機會 去做往上的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這些相關的數字的話 我相信應該很少很少 有這種什麼Line跟Telegram 會在就是這邊跟你講 因為你有時候你看了行情之後 你其實你就可以 就要怎麼操作了 你知道嗎 回來到大盤的部分 我也說過了 目前為止的大盤 就只能 來來來來 目前的台股大盤的話 就只能繼續整理 那怎麼繼續整理 就是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 那接下來的話 你會想看喔 從8月10號11號 把7月份的營收都公佈 7月份的營收都公佈完畢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 昨天8月14號 季報 的季報 除了一些KY的公司 跟所謂的金控 可以壓到那個 8月底之外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公司 都公佈完畢了 所以7月的數字已知過去了 然後第二季的數字 已知也過去了 那接下來應該要反映的是 就是明年的成長通常在哪裡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特別幫大家製造 製作這份報表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希望你能夠 跟法人同步去掌握到明年的 那個獲利的預估 因為我就說啦 你如果在任何地方看到這份資料的話 都是我這邊傳出去的 因為這份資料 我這邊還有加Logo啊 那如果你有拿到那個沒有Logo的 就是被拿掉了 因為我是用XL做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其實裡面的資料的話 都很清楚都很明確 不是就跟你說過啦 你看像什麼微創 今年賺4塊是共識 明年的話可以看到89塊 然後呢 最少的話也可以看個五六塊 然後呢 微創的話就在這個120塊這附近 就見趨手穩了 110 120這邊去做見趨手穩 可是又遇到那個 160塊的壓力了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你怎麼樣取得這份資料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Line把我加起來 嗯 剛剛你應該有看到了有沒有 就是右上角那個貼文串 去找到 然後去找到8月4號 然後呢 你就可以完全免費無償的下載 那你當你下載完畢之後的話 那就請你做一個動作 把它去做按讚 給我們一些鼓勵 然後呢去做一個分享的這樣一個動作 可以讓更多的人 可以知道有這麼好 這麼獨家的資訊分享給大家 免費的喔 對啊好啊 那所以也就表示說 其實目前的短線上面的大盤 需要整理 然後個股的話 會有AI的族群會領先去做上工 然後呢 那個洗過融資之後 那回歸到看明年的成長動能的時候 就會帶動我所說到的 創高拉回首穩再上 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最近的行情的話 就是走 所謂的紀理桌上行情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剛剛德宇前面有說到的 我也順便跟大家補充提醒一下 就是你看今天 除了AI的幾檔個股嗎 剛剛不是看過嗎 對 對 順便跟你預告喔 嗯 我也跟你說過了 現在有很多的公司 他們會說他們是AI 那不是他們是假AI 而是真的切入AI 沒有想沒有那麼樣的困難 接下來的訂單大家都接得到 因為你看 人保不是說他後發現制嗎 對 一說完之後就這樣噴噴噴上去 原本他之前的AI的營收 其實沒有很多 可是他跟你說接下來會很多 就你看就挑戰前高了 嗯 所以這種現象的話 真的會不斷的發生 那同理而言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不是只有AI 你會發現說 委屈的好股票在底部 然後轉強 然後呢買盤進場之後的話 花成漲停板 花成今天漲停了 對啊 重點啊 有人說 因為特斯拉降價的關係 所以花成漲停板 是嗎 我覺得這個說不過去耶 特斯拉降價的話 你3552的通知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漲停板 但是我會開始告訴你說 因為重電的關係 因為要有可能有缺電需求的關係 因為有充電裝的關係的話 這些相關的個股就會在 所謂的 政策作帳的時間點 或者是說 準備要有所謂的 選舉行情 準備要開始的時候 都有機會了 他們就會很有機會 去做一個運動 就像 本來盤中漲停板的寶瑞 然後呢他也公布出來 他的季報好像22塊吧 你看他今天也送他一根奇葩的 這樣子一個紅K 所以這就是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跟你說過的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站得更高 你就可以跟著我們一起看得更遠 那你站得更高 看得更遠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短線上面的一些干擾 去干擾到 然後呢新聞在跟你說 碧桂園好恐怖 中...什麼 中...什麼 中域 中執系 中融信託 很恐怖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一點都不恐怖 因為中國會快速出來救世 我首先講 今天繼續講 然後你就發現說 中國好像 那個突然就跑出來降準了有沒有 那個降起來降準 反正 他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只能救啦 只能快速的那個 出手去相救啦 趕快止血啦 拜託不然你 那中國倒了很恐怖你知道嗎 那個明星思辨也很恐怖你知道嗎 所以你該做的事情的話 就是持股見證 太多換牆 那之前叫做是 你的股票可能在這邊 然後AI股票可能在這邊 可是現在AI股票是跌下來了 然後你的股票可能晃晃晃晃晃晃了 好不容易接近了 你趕快去做持股 太多換牆這樣的動作 不是很好嗎 然後到時候 手穩轉牆上去的時候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 手穩然後再上的時候是AI的 AI的個股會先上 趨勢成長的個股會先上 政策加持的股票會先上 那你的股票如果不願意換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在這邊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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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的 所以 再聽我苦口婆心一句話 就是既體做的行情 你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 搶先進場搶先認養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需要協助的話 LINE AT加起來 或者更快更直接的方式的話 就是電話0800把它撥進來 那需要協助的話 就用這樣來做 以上就分享給大家 你可以現在就直接利用我們免付費的 再一次謝謝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爾頭顧 陳昆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1N888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制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